溫哥華市中心上個星期六發生槍擊案 有網上流傳的視頻顯示 兩名槍手追擊一部四驅車 警方雖然說案中沒有人傷亡是奇蹟 但就預料在未來會有報復性暴力事件爆發 自發在星期六下午5時40分左右 溫哥華市警指多名目擊者自電911 報稱Robson Street及Richard Street發生槍擊案 警方到場後進行了一番調查 初步相信案件有目標槍擊 但就有其跡地沒有人受傷 根據網上流傳的視頻顯示 一部深色四驅車在市中心一個後巷裏面 遭到兩名蒙面人開槍襲擊 四驅車見狀嘗試逃離現場 但就在由後巷駛出Robson街的時候 撞向了另一部白色車 四驅車司機在撞車後找到機會逃跑 兩名槍手見狀也向司機逃跑的方向開槍 引起街上多名路人奔跑躲避 警方表示初步已經確認案中遇襲者的身份 相信他與幫派活動有關 同時也預計在不久的將來 溫氏或其他地區會出現報復性的暴力事件 最近有沒有發覺在嘈襲環境 較難聽到別人說話 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複 甚至有耳鳴的情況 如果有 快點找永明聽力的專家 曠永明小姐吧 她有多年助聽器厭配 和舒緩耳鳴經驗 創新隱形AI智能助聽器 有超強減雜音功能 在嘈襲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別人說話 現正推出雙重大優惠 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吧 農曆新年想買優質養生產品 那就要去港利行 他們不只有優惠 花其心還是百分百安產種植 還有滋保養銀的燕窩棧系列 和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多款產品都有正美禮合裝選購 還有更多產品 可以到列治文時代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十二年成為 加拿大安省花其心指定經銷商 現在更有網上服務 在網站訂購 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受選港利行 隨著聯邦碳稅的上條 今日起生效 卑斯省民多項日常開支 將會面臨價格上漲 一批反對聯邦碳稅上條的省民 亦於今日在飛沙河谷多處聚集 希望透過車隊示威遊行 表示對碳稅的抗議 根據一張社交媒體流傳的海報顯示 一個名為 卑斯省級車隊遊行的集會活動 於今日在HOP進行 部分活動的參與者 今日都在社交媒體 分享了集會的視頻 視頻中可以見到不少民眾 聚集在公路旁的一個停車場 現場隨處可見加拿大國旗 同時有不少反對碳稅的標語 其中一個更說 碳稅是等於飢餓、無家可歸和犯罪 由今日起 賓斯的碳稅會由每噸65元升到80元 碳稅的上漲會令 汽油、柴油和天然氣方面的開支上升 其中賓斯水電公司的收費率 將上條2.3% 賓斯杜林公司的票價也會上漲3.2% Wangcoufer First Liberty 街壁地產 The Winning Team 是大溫地區一支得到客戶信賴的出息團隊 因為有超過30年地產豐富經驗的 Winnie Lam 林太 忠誠服務客戶的Terence 一切以客為本的Jessica 誠懇對待客戶的Daniel 還有我與時並進力求創新的Edgason 我們為你提供專業地產服務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 來南山Centre的Tracland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談談 它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合一對合適的助聽器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 還有機會拿一個高清電視盒 優惠期有限 快點打個電話給卓能聽力中心預約 為BAC和其他省份提供發現服務的LifeLab 就數據洩漏事件的集體訴訟和解之後 正為受影響的客戶提供賠償 合資甲的民眾 需要在這星期內提出索償申請 才可以獲得50至150的賠償 LifeLab在2019年12月17日宣布資料洩漏 引起集體訴訟 指控該公司未能提供充分的網絡安全措施 保護客戶個人的健康資訊 導致多達860萬名加拿大人 可能受到因為資料洩漏而造成的影響 公司否認所有相關指控 但就表示經為有關的資料支付了未披露的贖金 安省高等法院已經在去年10月 批准了干案高達980萬元的全加拿大和解協議 任何民眾如果在2019年12月17日之前居於加拿大 並曾經使用該公司的服務 都有資格提出索償申請 但合資格的人士需要在這個星期六之前提交申請 今天是4月1日餘孕節 但不是和大家開玩笑 今天真的開始加碳稅 令到油價上升 星斗市民又要禁失個荷包做人 但對於一小撮的人來說 加碳稅真是十十歲 因為他們的人工加幅比碳稅增幅多很多 當中就包括贊成加碳稅的杜魯多 和反對碳稅的薄禮子 總理和國會議員由今天開始一律加薪4.4% 作為總理 杜魯多的年薪是國會議員的雙倍 即是194,600元乘現役 他年薪將增加17,000元 令他的總工資達到406,200元 至於聯邦保守黨黨魁博禮智加薪後 年薪也有299,900元 內閣部長也獲近30萬薪水 國會議員的薪金 加幅會有8,500元 去到20萬3,100元 參議員年薪也同樣增加8,500元 去到17萬8,100元 加拿大夏議院發言人辦公室表示 每年4月1日都會調整國會議員的津貼和薪金 而根據加拿大私營部門主要的談判結果顯示 2023年加拿大基本工資水平平均加幅4.4% 這樣也成為國會議員薪金加幅指標 唱權團體加拿大納稅人聯合會聯邦總監特拉澤諾表示 因為杜魯多堅持加碳稅 令市民的生活成本變得更高 聯邦政府應做的是提供援助 而不是加稅和加自己的薪水 國會預算專員指出 碳稅將另一個普通家庭 今年的支出多出911元 超過他們所得的rebate 聯邦政府也將酒精消費稅提高2% 今年的聯邦酒精稅的增加 就令到納稅人損失4000萬元 唉我是你的話就省一口氣吧 加利加勞對總理和一班高官來說 怎會有感覺呢 他們高高在上又怎知道那幾百元 對一個家庭的開支來說有多重要 溫哥華明天4月2日星期二的天氣預告 日間多雲4成機會有罩雨 氣溫最高14度 晚間部分時間有雨 氣溫最低4度 商業支付每噸廢氣排放 由原來的65元增加到80元 消費者虛油站加油 以一次加油50公升計算 每次要多給1.65元 而家庭天然氣每月賬單 就會增加5.4元 燒烤爐用的丙軟器官 加一次要多給5.5元 聯邦政府透過每季一次的退稅 補助參與計劃省份的家人 在安省 退稅每人一季多給36元 有140元 夫妻有210元 四口之家有280元 最新一期季度 碳稅退稅 在4月15日派發 因為調升碳 司機今天發現汽油價格相應調升 安省司機今天加油 會發覺每公升汽油或柴油的價格 包含的碳稅是17.6元 定置汽油增加3.3元 柴油增加4元 今天大多區零售有價 每公升掛售1.63元 達到半年來的最高 加拿大7位省長都呼籲總理 暫停增加碳稅 但杜魯多並未有理會 只是再三強調 10個家人裏 有8個在碳稅退稅後 會得益更多 加拿大匯豐銀行今天正式消失 搖身變成加拿大皇家銀行 原本匯豐銀行的標誌和紅色裝修 經過復活節假期 現在已經完全變成藍色了 由於聽到有人在3月30日說 原本加拿大匯豐銀行的戶口 還未轉到RBC 530記者也馬上網查一查 自己匯豐戶口轉到黃銀備 幸好發現已經轉了 不過地址電話那欄就空白 記者明明一個星期前 已經去了匯豐分行轉了電話地址 當時的職員還給張紙叫記者看清楚 正確無誤之後就在上面簽了名 為何現在會失去資料 於是4月1日匯豐正式變成黃銀之日 記者打電話去黃銀熱線問 電話很快接通 但是你會以為打錯了去音樂會 因為除了聽到音樂之外 就是差不多就會有把聲告訴你 我們會盡快接聽你的電話 接著又播放音樂了 我們所有的業務代表都正在協助其他客戶 請稍後我們會盡快接聽你的電話 等了20分鐘 音樂會的還未完 記者沒耐性等下去 實行用香港歌神 許冠傑的歌來回應 就是莫等待 因為光陰不會復來 寧願明天親身去黃絲銀行 新分行辦理 什麼黃絲銀行 什麼黃絲銀行啊 你沒看清楚嗎 黃銀的獅子 黃色的 所以這樣就叫做黃絲銀行 什麼不是這樣叫的嗎 而一位原本匯豐銀行客戶 今天報料給530知道 轉去黃銀之後 黃銀帳戶持有人的姓名英文字母 是不可以多過20個的 所以有些女士有英文名之後 再加上自己本身中文姓名的英文拼音 又或者加上丈夫的姓 黃銀的電腦file是顯示不到的 很多人將提款卡的姓 就被黃銀硬切斷了 變成對不回戶口姓名 入不了錢 拿不到錢 這位報料人說 他聽到有客戶 要將原本中文姓名的英文拼音 改做縮寫 這樣才可以不超過20個字母 但是 將來會不會有問題 現在還未知 看月曆 春天就已經正式來到一個多星期 但是看天氣了 春天就不單止未來 而且還有風雪裡 據加拿大環境和氣候變化步驟預測 這個星期三和星期四 將會有風雪吹襲安省 包括多人多災難的安省南部和東部地區 降雪總量將會在5至15厘米之間 但是多人多以東的部分地區 更可能有20厘米的降雪量 至於天氣網絡就預測 但是多人多地區 星期三天氣特別惡劣 傍晚時會由大雨轉為濕雪 另外還有強風 到星期四 安省大部分地區都會有降雪 天氣網絡就指出 新英格蘭沿海地區的低氣壓系統 導致安省東部和灰北南部 在星期四再次迎來大雪 天氣多變 都是降雪量有多少 現在都說不買 但是無論降雪多還是少 基本上 在這個星期 週末之前 安省大部分地區的居民 可以預期會經歷多 最少一次的冬季模式的天氣 之後氣溫將會上升 去到遠高於季節性的平均水平 香港復活節假期最後一天 當局預測 今天是入境的高峰期 入境處說 截至下午四點 超過47萬8千人設出入境 其中入境人次超過23萬4千 當中78% 即大約18萬4千 是香港居民 對於復活節長假三天 大約150萬香港人 人次出境 香港餐飲業聯業協會會長王嘉禾說 預期今年復活節食肆整體生意 按年跌30或以上 初時估計復活節晚市生意 會比平日跌三成 現在估計會跌到四成以上 形容 這是對餐飲業一個多大的警號 復活節假期大批市民離港旅遊 對餐飲業影響很大 其中最受影響的是高端食肆 因為離港市民消費力較高 復活節假期雖然有旅客來港 但來港人數少於離港人數 即使有各種活動性事舉行 但活動地點較為集中 只是圍港兩岸商店較為受惠 對餐飲業未來經營 有點擔心 提到近一個月 有大約200到300間食肆結業 又說 4月份一般是一年生意交差的月份 認為食肆結業的現象會在今年持續 外出旅遊方面 東營旅遊執行董事 圈國全就說 復活節假期外遊旅行團的客量 比去年同期多了一倍 其中內地團的旅客人次升了三倍 相信與交通方面 高鐵價錢不會因為旺季提升有關 日本團的客量升了大約10% 東南亞團和歐洲團的客量 比去年復活節大部分都升了大約一倍 他又說 今年復活節假期的團費比去年便宜 平均減了一成至三成 主要是因為運力提升 機票價格回落 香港兩間航空公司的港日航班 在復活節假期都出了問題 幸好沒有人受傷 今早10點半 警方及消防接報 一班國泰航班 懷疑機艙有壓力問題要緊急截反 警方及消防一度在場戒備 國泰航空公司表示 今早上午9點24分 一架由香港飛往東京成田的 CX504航班 波音777客機 起飛後不久 出現了系統異常信號提示 為謹慎起見 機組人員按照既定安全程序截反 並通知有關當局到場戒備 航機在上午10點54分 安全降落香港國際機場 工程人員會全面檢查這架客機 國泰已安排另一架客機運作航班 並且在今日下午2點18分 再次啟程前往東京成田機場 而昨天下午5點多 大灣區航空HB341航班 在抵港途中發現駕駛室玻璃出現裂痕 警方及消防接報到場在機場戒備 航班旗後安全降落事件中 沒有人受傷或不惜 機管局發言人說 下午5點20分接獲報告 大灣區航空HB341 由大阪飛香港的客機 懷疑擋風玻璃破裂 要求局部戒備 航班旗後在大約5點45分 安全降落香港國際機場北跑道 大灣區航空公司表示 這架機是由日本大阪出發飛香港 抵達香港國際機場前 機長發現駕駛室擋風玻璃外出現裂痕 機長根據飛行安全指引 繼續駕駛航班前往目的地 並通知機場管理局及相關部門 航班下午5點47分順利安全抵達香港 機上152名乘客及8名機組人員 傳播沒有受傷或不惜 既然所正在製造的工程度